女排名单有变 蔡斌反转决定 朱婷回归悬念揭晓 张长宁带来希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北京时间2月19日 女排全队将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中心展开为期 新一轮的备战集训 正次拉开了奥运年的序幕 蔡斌承担着带领全队冲击奥运奖牌的责任 中国女排作为唯一曾夺得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 三大球队 自然在奥运年备受瞩目 如果本届奥运能成为中国女排的重申战役 将有助于重新确立球队的威望 在备战集训之前 人们最关注的是集训名单的变动 在奥运年 球迷一直期待着大名单中迎来奥运冠军级球员 尤其是主攻领域 朱婷的回归对中国女排阵容将带来全面升级 目前中国女排最顶尖的两位主攻 分别是朱婷和李盈盈 二者若能携手将构建世界一流的主攻线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宁波集训时期 朱婷曾亲自前往宁波与球队见面 并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回归中国女排的愿望 这让人们普遍认为 在奥运年 朱婷有望顺利回归 蔡兵甚至保留了朱婷的球衣号码 一切信号都指向朱婷可能重返中国女排 球迷们翘首以待她入选本次集训大名单 但是呢 令人意外的是 根据中国女排公布的新一期集训名单 朱婷最终未能入选 这消息让球迷们感到失望和遗憾 蔡兵的反转决定让人意外 也彻底揭晓了朱婷是否回归的悬念 与其他海外流洋球员或因伤病未回归不同 朱婷直接未能进入名单 显示出她离巴黎奥运会的距离逐渐拉远 不过在这次集训中 蔡兵召回了王毅竹和张长宁 特别是张长宁长时间未参战 她的回归确实给中国女排带来了惊喜 张长宁作为奥运冠军级别的主攻 具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如果她能迅速恢复状态 有望代表中国女排参加巴黎奥运会 与李莹莹形成黄金大道 提升中国女排的阵容实力 全力冲击奥运冠军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